知名股評人David Webb 昨天就在個人網站透露 確診幻想前列腺癌 並且已經擴散脊椎 前列腺癌是香港男士的第三大常見癌症 根據醫管局的數字 2017年本地的新增癌症 以前列腺癌的升幅最大 比於2016年上升了17% 前列腺癌症近年在本港和歐美 都留意到有年輕化的趨勢 David Webb五十多歲 一發現前列腺癌症已經擴散血骨 這比較不幸 無可否認腫瘤的毒性比較高 侵略性也比較大 醫生就說 第四期的前列腺癌 雖然無法根治 但只要控制得好 患者是可以與癌症共存的 五年的存活率是三成 在中期或晚期的前列腺癌 已經超過了可以根治的階段 最常用的治療方案是賀爾蒙治療的方法 賀爾蒙治療的方法 可以有三種做法 最傳統古老的做法 就是膏丸切除手術 如果不想切除膏丸 其實可以選擇打針 或者口服賀爾蒙藥 好處是副作用比較少 可以維持患者的生活質素 和減低併發症的風險 前列腺癌症的荷爾蒙治療 是很有效的 一用了荷爾蒙治療 幾個星期內 就會見到有明顯的改善 連前列腺癌指數 PSA 如果驗血 都會發覺一直降低 不過就有研究發現 使用傳統的單一荷爾蒙治療 在18至24個月期間 癌指數或者會回升 這個時候 可以合併使用口服 或者針劑荷爾蒙去控制腫瘤 但是如果仍然不受控 就需要用到新一代的 靶向性荷爾蒙藥物 不過藥費就比較貴 每個月大概要4萬元 所以不少患者 去到最後階段才會服用 會不會提早用這些靶向性的 口服荷爾蒙藥物 是可以有更好的效果 其實這個一直以來 都是醫學界很希望尋求到的答案 有些病人 是他負擔得到昂貴的藥物開支 是在一些早點的階段 開始用這些口服藥物 看看會不會能夠 收到一個更好的效果 醫生提醒 早期的前列腺癌 是沒有明顯病徵的 建議年過45歲的男士 定期進行前列腺檢查 及早發現就可以盡早治療 蘋果揭露暴政真相 請支持訂閱